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医院过敏免疫风势科的主治医师 以及教学部领床技术训练科主任 很多人认识我 都是因为门诊看到无边无际 永无止境地玩 但是就我而言来讲 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任何一个医师 他跟病人相处的时候 能够帮助到病人 就是我们觉得 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时候 我跟每位病人的相处 总是让我觉得学到新的东西 而且分享他们的生命 从他们的进步变好 我自己也觉得 也变得快乐起来 特别是我自己小时候也常常生病 还生了不少很大的病 吃过一整年的肺结核的药 也曾经受到小学毕业者23公斤 当过病人更能够体会 当病人的时候 多希望能够有一位医师 一个医疗团队 能够帮忙你解除你的痛苦 所以某个程度而言 看诊本身 确实好像一趟旅行 当我跟一个又一个病人相遇的时候 分享他们的疾病生病的过程 从他们的生病中间 我学得了医学知识 但是也用我的医学知识来帮忙他们 我就会觉得 真的充实又快乐 所以爱是用惩罚 无论如何跟病人相处都是很快乐的事 工作里面 更多人会觉得 怎么可能还有时间投入医学教育 这其实也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问题 这应该是要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你才会想要 把同样的知识、想法 或者是自己体会的一点点的心得 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科现在 是一个国内非常大的民意公司课 但是就在我进来当总医师的时候 这个科小到只剩下主任一个人 一位主治医师 跟我是唯一的总医师 我们就只有三个人 可是我的老师 南忠亮、南教授 在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科主任 南主任有一天跟我讲 很认真地跟我讲 注意 不管怎么样 只有一件事情 你是不可以少的 就是不可以 对住院医师、实习医师、见习医师 他们的教育 你绝对不可以少做 我入医学教育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培养明天的医生 谁是明天的医生 今天的住院医师、实习医师、实习医学生 他们通通都是明天的医生 其实也就这么简单 接着在医院的帮忙底下 我投入了一个新兴的领域 叫做模拟医学 这个事情想起来是更有趣 但是跟我小时候学的很多东西 似乎隐隐然的相关 包括电脑、包括资讯科技 以及甚至包括我们后来的实证医学 在模拟医学上面 我们可以累积经验 可以犯错 可以重来 但是绝对不会拿病人当代价 现在整个教学大楼、模拟医学中心 通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形成 看起来简单 但是或许不要拿病人当代价 去获得我们的学习 是医疗人员真的可以跟病人讲 我们真的重视你们 我们以你们为荣 而且我们也希望给你们最好的服务 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 在这里模拟医学中心提供了我们更多的学习 更多的方向 让医学教育超越经验的学习 这也是我投入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本性 那今天在模拟医学中心 我真的可以让这些事情合而为一 透过我们的教学 有更多的医师能够在不以病人为代价的时候 获得成长来帮忙我 照顾更多的病人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